你有在直播间说我什么的 然后呢 我就因为那天我跟我爸直播知道我 我爸确实先说了你几句 知道吧 我爸在直播间 我不计较的 我不计较的 没关系的 没所谓的 就是什么粉丝单单节奏啊 没所谓的 你不用不用跟我解释 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 没所谓的 对 然后呢 就是说啊 我希望就是我跟你联办呢 也不是说过来 要跟你吵架吗 还是干嘛 我不是这个意思 没有这个必要 知道吧 我过来呢 就是说跟你说一下 就是咱们 咱们以后就是彼此 不要说彼此那种那种意思啊 那种意思 然后呢 刚才听到你的人人体和态度也很不错的 就是你的态度也是就怎么样说 能和平相处的话就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我也能理解 还有一个就是 我也想了解一下 你们 你们啊 你们之间的一些情况 知道吧 所以就连过来了 哦 都挺好的 我们都挺好的 都挺好的 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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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就好啊 然后 呃 这样子 就是 咱们 就是把 就是之前呢 我们两个 其实也没有发生过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 但是确实当时我也有点冲动 有点冲动 这点的话还是给你给你道个歉啊 不用不用 没事的 没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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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性格也是比较值的 然后当时 呃 对你说话就有点有点冲动 就是那种说话有点 有点过了那种 呃 希望呢 就 就相互理解一下吧 当时你也知道就是 呃 一个人 因为爱情的话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那种 所以呢 那种 但是你们两个后面 没有在 没有走到最后是 不是一位我 这个你就不能怪我了 知道吧 就是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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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确实我有去 我有打扰过你们啊 但是后面的话 我没有说过一句你们的话了 因为 后面 我也明白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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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了很多东西 我就 我就自己 那个小了 然后我 我也没有说过你们 也没有提过你们 也没有打扰过 我没怪过你 对 我 我们家人们也看得懂我 也了解我 我没怪过任何人 就是 呃 其实 呃 我对你啊 我对你没有任何的偏见 没有的 一点都没有的 就是我一直都是想着 试试 如果有一天啊 呃 能够 呃 先把朋友做好 大家不打不僵尸 以后那些 以前的那些事情啊 以前那些事情 希望你也不要太太太那个 太生气啊 我希望就是以前虽然说 我这个人就是那种 我的脾气不太好 当当我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就得干成 所以说 当我给你打PK的时候 我也不会 轻易的去认识啊 有点 有一点点的那么那么那么就是啊 不太好 不太好 所以说 我也给你道歉 我不是想一直 一直在你的头上 像你们说的 在一直起在你的头上 也没有那种想法 就是我这个人 有有些时候有一些增强好胜 所以说 希望就是你也不要太太那个 太介意啊 以后 我希望大家能够能够就是和睦相处 这是 最好的 在大家在互联网上 多一条 多一个朋友 多一条路啊 是这个意思吧 以前呢 以前呢 我们两个 其实我们两个 最开始也不认识 然后到认识呢 也没有接触过 你人怎么样 我也不了解 说实话 我阿伟怎么样 你也不了解 只是通过 接过一次面网 然后通过网络 就是 说过那么一句话 然后当时的话 也是一味爱情 所以呢 我也就是说话有点从 然后那种 然后 你对我说话呢 也没有那么客气 知道吧 所以呢 我们两个就有点 有点发生了有点冲突 但是到现在来说的话 我觉得 其实 好好的想一下 其实 也没有这个必要 知道吧 也没有这个必要 那么我们也不是仇人 然后 也没有 就是说 做了一些太过的事情 所以呢 大家 就是 两个态嘛 都 一个朋友 多一条路 对吧 比如像 仇人一样 因为 大家都是视窗的 对吧 抬头不见低头见 对不对 因为我公司也在乐山 乐山也有我公司 但是我大多数呢 在成都 成都公司那边 但是乐山也有公司 我也会常提出 乐山那边的 就是 刚才 我第一时间 我没有想到 要跟你说这些 但是 你的态度和你的 人体也很不错 所以呢 就大家表着看 就是我也说出我的意思 就这种 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 就是 对 然后我的粉丝也说了 咱们 冤家 以解不以解 我也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就是 如果你回乐山的时候 你到时候你也 我关注你一下 你回乐山的时候 到时候 你可以 也可以给我发个消息 我请你去发吧 这个没所谓 这个没所谓 大家 先 可以 可以就是 反正不认识 认识了 那么可以认识一下 到时候 也可以给你介绍一下我爸 对吧 因为我爸在乐山 他还是 听说过 听说过你爸 你爸 你爸挺厉害的 听说过 对 然后 然后 我的话 一般我都大多数在成都 但是我爸的话 他有时候大多数也在成 这个乐山 这边这种 对 和气生产 家人们打一波 和气生产 家人们 你们 你们 你们我 我接阿伟这个年迈 其实很多懂我的家人们 你们应该懂 知道吧 就是我希望就是我们 少一些敌敌人 多一些朋友 和气生财 这就是我接 接阿伟年迈的原因 我不希望就是大家把 这些关系搞得 很难堪 咱们把和气生财 打在公民上 咱们把和气生财打在公民上 家人们 对 这就是我的格局 家人们 这就是我的格局 就是我不愿意去 招惹那么多的 怎么敌对的 敌对的这种 这种朋友 我家人们 咱们把和气生财打在公民上 对 其实也没有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仇贺吧 哎呀怎么说呢 我们两个又不是说 现实就这二半竞争 就打起来了 干起来了怎么样 在网络上说了一些口话 或者就是 直播 直播间就打了几把PK 这样子 其实也 也没没什么的 但是我确实 还是 还是觉得你这个人 还是 挺有格局的 大气的 可能我不知道你 你那时候是 一位 在阿子面前 抓好人吗 是怎么的 我不 不怎么了解你啊 但是 你的格局 还是 大的 因为 当时 我 确实打 打出了一把PK 前面 然后 说了就是说去 去你的酒抓 给你打扫 菜手 这个事 但是后面 你没有给我地址 所以我也没有去 你没有让我去做 这点我还是觉得你 还是挺有格局的 有些时候 只是为了一时的冲动 其实本意也没想过 非得让 让做怎么样怎么样的惩罚 也没那么回事 所以我希望的就是什么 不打不相识 能够 做朋友 以后大家就做朋友 是吧 多一个 朋友 多一条路 以前 我也挺嚣张的 因为 咱们家的家人们 有条件 有实力 然后 也挺那个 也挺自大的 现在 现在冷静下来了 两个对 现在冷静下来了 我也希望就是 回到正常的 正常的这个 状态里面 就是 踏踏实实做事情 服务好 每一位粉丝 我现在 其实更多的是 这样的想法 也没有以前那么嚣张 家人们 你说朋友不朋友 这个的话就 看元费吧 这个其实 咱们也没有在一个 地方对吧 我大多数呢 都在成都 看元费吧 但是 但是 今天我们 出了这些话的话 就是大家也表个态嘛 就是对待起自己 对吧 其实我们之间 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 对不对 也没有谁欠谁 什么东西 对吧 所以呢 大家表个态 就像你说的 多一些朋友 少一些仇人嘛 这个意思 对 多个朋友 多条路 嗯 那后面呢 家人们也得关注 点点关注 家人们说 后面就没得关注 然后 就是后面 你们之间 分开了这些原因呢 我也不太了解 我也不太清楚 就是这些事呢 你们 反正我个人 我个人的看法 没有元费 也不能怪 谁 两个分开了 我也 我也理解 就是 说没有元费吧 这些事呢 呃 呃 有些 有些 粉丝在这里说 你杀害了 怎么样 但是呃 我只能说家人们 他们之间的事 我不太了解 我不太了解 为什么我非开了 或者为什么 这些咱们也不去说了 不去提了 好吧 因为是别人的一些 一些意思 啊 他们之间的事 我们就不去提 不去提了 好吧 好的 好的 没事 没事 你到时候 如果你回乐山 我刚刚关注你了 啊 你回乐山 你可以给我发消息 嗯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喝 喝八加一 如果可以的话 我可以请你喝八加一 啊 大家 重新认识认识了 重新开始 就是我经常说的 重新开始 啊 希望大家不打不相识 好不好 嗯 如果说 呃 因为我现在也在 就是我一个公司也在专修了 专修了 然后呢 呃 如果说到时候我也 来乐山的话 到时候 看我爸嘛 我问一下我爸 如果说 他觉得也可以认识一下的话 就可以 可以认识一下嘛 如果 那个的话也再说吧 行行行 好好好 可以可以 没事的 就是其实 嗯 起吃饭干嘛的 这些都无所谓 或者你起我起都无所谓 呃 还是还是还是就就就觉得还是挺起那个的心里还是哦所以就那个 对对对好好好行行行没事的没事的到时候有机会见面聊嘛见面聊我请客好吧起码那就这样子了啊你忙吧好行行行行可以可以好你